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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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过的星辰如麻 恍不穿雨中的她 这一身月光光 能否待她 上的心归家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 写起笔雾 留下不悔的寄宋 愿做她掌声的明珠 写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绽放半世的光束 小师妹 虽然从小我爹就偏爱你 让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疼爱 也希望你能够幸福 你走吧 只是现在别骑马 以免惊动了师父们 等走远些再上马吧 樊姐姐 谢谢你 走吧 小师妹 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你快走吧 万一被大师父大师兄发现了 那我们就惨了 嗯 好 你们早就被发现了 朱 朱哥哥 叶师弟 你对一欢可真是伤心啊 居然帮他逃婚 朱哥哥 你 你别误会 不是他放我走的 是我憋着他 让他放我走的 你就真的 这么讨厌我吗 朱哥哥 我不讨厌你 相反 我很喜欢你 可是我对你的喜欢 跟对龙小弟的喜欢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的 我从小最讨厌的 就是让自己做勉强的事情 我知道 我不能嫁给龙小弟 但是我又不想违心嫁给你 对不起啊 朱哥哥 大师兄 我不是想跟你想一欢 因为我知道 其实在一欢的心里 我的地位跟你比差远了 我只是不想一欢 嫁给他不想嫁的人 因为那样他不会幸福 朱哥哥 您现在既然已经知道 我要逃跑了 我跟你回去 你能不能别怪罪叶哥哥 真的 我说到做到 我答应你回去以后 我再也不逃跑了 但你千万别告诉我爹 还有师父们 不然的话 叶哥哥肯定会被重重责罚的 不 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呀 你知道 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吗 暗中监视我 防止我逃跑 原来朱哥哥在你心里 就是这样一个 不顾及你的感受 只知道禁锢你 逼迫你的人 你的意思是 你 你要放我走 是 我本想悄悄放你走 但没想到 被叶师弟抢前一步 大师兄 你真的肯放一欢走啊 你明明可以和他成亲的 你喜欢一欢 希望他幸福 而我比你更爱他 难道我就不希望让他幸福 不能成全他吗 好 桓梅 你我从小倾佩竹马 两小五彩 更有婚约再见 所以你在我的心里 你只是我的太子妃 谁也抢不走 但是我答应过你 要让你幸福 绝对不会勉强你 我喜欢的是那个 无忧无虑 活泼快乐的欢美 我不想看到你 整日愁眉不差 心情抑郁 朱哥哥 我只想最后再问你一句 我跟你十多年青梅竹马 真的比不过 你跟康熙相处大半年的时光吗 在你心里 你真的从未爱过我吗 我 我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我会尽力 让你这辈子 幸福 快乐 朱哥哥 其实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是很重的 你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但是 我对你的感情是兄妹之情 无法变成男女之爱 我这次逃走 不是为了去找龙小弟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嫁给他 我 我只是觉得成亲 是这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既然没有办法 对你一心一意 那我就不能嫁给你 也不能做你的妻子 那样对我们都不负责 好 我明白了 我给你准备了匹马 还有一包你最爱吃的零食 包里面 还有些依恋 你走吧 好 朱哥哥 谢谢你 走 走 走 朱哥哥 樊姐姐 叶哥哥 保重 小师妹 你也都保重 有什么问题 随时就回来找我们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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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萱 你真可怜 你不仅失去了你的江山 连你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 你就是一个懦夫 懦夫 却不允穿赏 你不仅该无论 你不仅仅是一个小师妹的事 这层子全都保不住 对她是凶伤害这么大 她居然走火入魔了 如果我不救她 她不死也要落下一个残疾 不救还是不救 如果我不救她 以后一换知道了 一定瞧不起我 更加不会理我 你不救我 大师兄放走了一欢 我心里怎么还隐隐高兴呢 秦城 你醒醒吧 就算如此 你以为大师兄 就会忘了小师妹 把一番情意 转移到你身上吗 关机 您 小师兄 您 您 你会牺牲自己的内力来救我 之前是我错看你了 大师兄 我是喜欢一换 但我比你更难得到他 所以我才会放他走 可我没想到的是 你明明可以得到他 却也宁愿放他走 如果换作是我 我错不到 我打心里佩服你 好兄弟 好兄弟 这个 不 好 慢点 这好放 怎么了 太子呢 义父 诸位师傅 我跟欢妹的婚事取消了 什么 我把你帮助 我给你回来 你也要不想 你会放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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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 你们要互敬互爱 千互帮助 以后光复我大明 就要靠你们了 这个给你 我们和好吧 猪哥哥你也吃啊 你吃吧 我不喜欢吃 给 来 一会儿妹妹 猪哥哥 虽然你放我走 可你心里 肯定是希望我留下来的 我就这么走 你一定会很难过 天下这么大 我该往哪里去 一欢而一欢 你既然和龙小弟 是永远不可能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 放下他呢 一心一意地 对待你的猪哥哥 不不不 我做不到 你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 你做不到吗 也许 你可以慢慢忘了 你的龙小弟 慢慢爱上你的猪哥哥 太子 你怎么这么糊涂 荒而任性 难道你也不明事理吗 我这就去追她 我就不相信 我凭着性命不要 却换不来她的回心转意 义父 你不要去追义荒了 她夜里就走了 你追不上她 而且 我也不想你再拿自己的性命 去逼迫荒妹跟我成亲 强扭得刮不甜 我们就放荒妹一条生路 让荒妹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太子 如果她回到紫剑城 找到了康熙 难道你也不后悔吗 我相信 荒妹不会去找康熙 如果她真的去找了 我也不后悔 我会祝福她的 太子 你不要忘了 你身负国仇家恨的重任 你居然将先帝 给你定下的太子妃拱手 让给康熙那个狗皇帝 你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义 至于何地 你将我们这帮誓死追随你 誓死效忠大明的臣子 至于何地呀 义父 诸位师父 我不仅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 也是你们的弟子 诸名联盟的成员 我违背了盟约 愿意接受盟规处置 你可执你犯了哪条盟约 改当受何处置 弟子知道 不遵师命鞭择二时 私放联盟成员脱离联盟 鞭择四时 弟子两罪并罚 鞭择六时 请义父遵守盟规 立即执行吧 联盟执法弟子何在 在 大师父 大师兄虽然私放一欢 犯了盟规 可他毕竟是大明的太子 不是群长联盟弟子 当有豁免权 还望大师父收回成命 饶过太子这一回吧 求大师父收回成命 饶了大师兄吧 你们不必为我求情 正因为我是太子 更应该以身作则 坚守龙规 更何况我是明知故犯 如果义父 和诸位师父不惩罚我 以后 还如何管理好联盟 不许位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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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求 请联盟执法弟子 执行责罚吧 驾 驾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季王 你看是不是 略师责罚就可以了 不用鞭责六十这么多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太子 要以身维护盟规的威严 维护他自己的身亡 我们应该成全他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五 住手 太子 太子 你身体强健 武功又在诸弟子之上 怎么受此小小的鞭刑 就会吐血呢 大师父 太子昨晚 练功走火入魔了 其实已经吐了很多血 如果不是弟子 及时出手相救 恐怕太子这回已经没命了 你呀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 四师父 是我不让叶师弟说的 你不要怪他 剑王 太子确实是练功 走火入魔了 少了内伤 则罚 就到此为止吧 是啊 剑王 牟上 你先扶太子回去休息吧 嗯 义父 快起来 还有二十四遍没有的 请继续吧 太子 你已经身受内伤 我看这责罚 就暂且记下吧 我这点小伤 不碍事 再多阳几日 便能回复过来 如果 如果 因此 减免了对我的刑罚 以后 还何以复仇 还何以与大家 一起光复大明 我撑得住 请继续吧 只有这样 我的心里 最能好受于你 继续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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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住手 五十三 别打了 师父 我回来了 你们别再打了 我再也不走了 何贝 你怎么回来了 朱哥哥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不敢回来 你快走 快走啊 朱哥哥 你不是想我回来吗 我现在回来了呀 我不需要 你的怜悯 我没有怜悯你 我是心甘情愿回来的 真的 真的 那你愿意 愿意嫁给我吗 你 那你 你真的忘下康熙了吗 朱哥哥 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慢慢忘了龙小子 行吗 你 我不变成了 对不起了龙小子 从此以来 你就好好地对你的三公六 元七少而非吧 而不 我要忘了 我要一心一意地对待我的朱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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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救命 你 他 你 我 是 快 可 我 我 传宿额图 这 太子 你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 现在又受了不轻的外伤 在你伤好之前 最好不要动用真妻跟他人交手 不然你这个伤势会缠绵不愈啊 徒儿明白 晋王 皇儿已经回来了 那他跟太子的婚事还照常举行吗 今天本就是定好的大喜日子 太子虽然受了伤了 但是却行动无碍 我看婚礼还是继续举行吧 以免夜长梦多 太子 你觉得怎么样 环妹 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 我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不碍事 既然你能回来 就是最好的领娘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今天就给太子和义欢完婚 好 可是这吉时已过了呀 不要紧的 择时不如壮时 既然义欢他能够迷途知返 及时赶回来 这就是最大的吉时 至于吉时嘛 自然就是顺其自然 咱们大家都赶快动手 把大厅重新布置一下 好吧 只怕最快 也要等到晚上 才能举行婚礼了 晚上就晚上吧 给他们拜堂之后 刚好就让他们进洞房 好 官媚 你如果真的后悔了 现在还来得及 不 一切听从师父 跟爹的安排吧 谁 大师兄 卿城 原来是你啊 嗯 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 这是我亲手编的童心结 算是我送给你和小师妹的 喜欢喝礼物的 喜欢喝礼物的 希望你 能够 永结同心 百道道道 是一粒蛇 我愿在风中为你撑着 请不要割断我的牵挂 这是我仅存的思念 啊 如果前路铺满是花 我也祝你 早日找到那个 全心全意爱你 珍惜你的人 每天我们融化 等幸福再发芽 当大雪青春淹没来世的路 当甜蜜还来不及淹没痛苦 你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 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屋 当大雪青春淹没来世的路 当甜蜜还来不及淹没痛苦 我选择取决解开心里爱的毒 你却只能了了我的无助 你却只能了你 我不及淹没用 我越多难熟 我没用永远 你却只能了你 我想了你 我记得你обы自择 你也想了我 我不及待你 我祝你们幸福 还是咱们这大明的服饰好 瞧太子穿上这身喜服 可比平时英武潇洒多了 哪像这清朝的服饰 穿着浑身不自在 太子真精神 可说呢 太子 你的伤不碍事吧 没什么大碍 义父不必担心 那就好 太子呀 是人风喜事精神说 这身上的伤啊 也许就不要而遇了 太子 你叫错了 你马上就要跟义欢成亲了 你还在叫晋王义父 应该叫爹 对对对 是啊 爹 这女孩子嘛 总是要化一化妆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跟出门 倩颖正在给她树袭打扮呢 这样吧 我去催催她 就说咱们的新郎官等极了 我们家婚儿好美 好了 我们可以出发了 可千万别让新郎等太久了 好 冯姐姐 等你出嫁的那一天 到时候我也为你梳妆吧 我这辈子 怕是会和学姐姐一样 都不会再嫁人了 我和学姐姐心中的那个人 怕是都是不可能 可我们 既然不能跟心中认定的那个人 在一起 怕是这辈子 都不会再嫁给别人了 我 凡姐姐 因缘二字 是这世上最难说的了 我们 会遇到 有情无缘的人 可有些人 却是命中注定 我跟你其实是一样的 在我心里的那个人 我跟他注定是不可能 所以 我们是有群无缘 可我跟朱哥哥呢 就是命中注定 好了 既然你决定放下心中那个人 决定要嫁给大师兄了 那就不要再去想他了 不然的话 不仅会伤了大师兄 还会伤了大家的心 更会伤了你自己的心 准备好了吗 欢儿 你这神打帮可真漂亮 倩盈 你要准备好了 就快把新娘子带过去 赶紧拜堂成亲 新郎都等极了 知道了 娘 我们马上就好 快点啊 快点 欢儿 我不想盖这个盖头了 什么都看不见啊 哪有新娘子不盖盖头的呀 乖 等一下 这是谁放的孔明灯啊 好了 别看了小师妹 大伙都等着呢 我怎么没看见薛姐姐啊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她 劝劝她吧 毕竟我出嫁 她也该陪陪我啊 好 那我去叫她 也劝劝她 把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放下 那你可在这儿乖乖等我啊 不好了 薛姐姐不见了 什么 不见了 不见了 哎 哎 小师妹呢 薛姐 也不见了 叶环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我 我 我刚刚给她打扮完 在扶她来拜堂的路上 小师妹突然想起薛姐姐不见了 让我去找薛姐姐 结果 我这薛姐姐没找着 回来路上小师妹也不见了 我还以为她自己来大厅了呢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成绩呢 大师兄 不 刚刚小师妹就是在这儿等我的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薛姐姐也不见了 他们 该不会是被人给掳走了吧 不可能 以卿城的武功跟义欢的轻功 没有人 可以不动声息地把他们给掳走 大家都四处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薛卿城和义欢 真是奇怪 他们能去哪儿了呢 芹城这个孩子有些心事 咱们是看着他长大的 心里自然都明白 他大概是没有勇气 看到太子和义欢成亲 所以便不辞而别了 可是荒儿又去哪儿了呢 她不会又逃婚了吧 可是这次是她自己回来的 她还说已经想明白了 忘记康熙 以心一意对太子 我觉得这次荒儿是下定决心 要回来跟太子成亲的 只怕是 林氏又动摇了 又没法面对太子和我等师长 所以便不辞而比 妈 妈 妈 驾 驾 驾 老大 你终于来了 你这穿的是明朝的新娘服吧 真美 你看到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这么着急来见我 是想当面祝福我 还是想趁机把明珠谷的人 一网打尽呢 都不是 小弟是毒瘾发作 想和老大毒粮吧 我还要回去拜堂呢 没时间跟你赌 赌的不是闪子 赌的是心 第一把 朕放一盏苦明灯 赌你能不能看见 若是你没有看见 或者是你看见了不来 那朕就输了 幸好 你看见了 而且你孤身来见朕 就说明朕赢了 不 你输了 我孤身来并不是想见你 而是想告诉你 我要嫁人了 如果你还念着一点 我们之前的旧情的话 就请你别打扰我今天的 洞房花烛之夜 也别派你的兵来追杀我们 朕若是要派兵追杀你们的话 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跟你见命 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思萱 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思萱 朕第二把 赌的就是 等你见到朕之后 你是否愿意跟朕走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输了 未必吧 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 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 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 朕就六神无主了 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思萱的 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成亲了 因为你我是童月童日生 又是结拜兄弟 所以心有灵心一点通啊 你别骗我了 我跟你只是童月童日生 可我跟朱哥哥 却是童年童月童日生 我跟他的缘分 不比你强吗 我问你 是不是我们古里 还有你的奸细 老大 不对 欢儿 富明是不会成功的 你与其等着做什么 朱明的太子妃 不如做我大清的皇妃 你虽是汉女 但是朕可以给你台一个奇迹 你虽然当不了皇后 却能得到朕的专注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 你也不再是我的龙小爹了 我们两个结拜 对你来说 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玩笑 而对我来说 就是一场梦 如今梦醒 我们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什么专注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走吧 今天 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别再口是心扉了 朕不相信你的心里没有朕 要不然的话 你为什么要在成亲之夜 偷偷地跑出来见朕 你快走吧 你现在再不走的话 被我爹跟师父看到了 你可就完了 你看看 你还是那么关心朕 今夜你不跟朕走的话 朕是绝对不会走的 你简直就是个无赖 你现在哪像一个真龙天子 哪像一个九五之尊 真龙天子 九五之尊 那是对别人而言 在你的面前 以前朕是你的龙小弟 以后 朕是你的男人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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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吧 你打死朕吧 你要么打死朕 要么跟着走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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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换回事了 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 如果我再想你的婚姻 那我就一辈子吃一坑眼菜 穿从木马蚁 变成一个丑女人了 我恨你 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多的事了 那唯一的几度办法 就只有一度共同 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晚安 晚安 篚团 作词 单 약간 客人 春秋两岸 时间最尽放客丹 衣裳的月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仙风雨子在云端 花开之间 流红铁掌心情圈 天与地开在眉间 叹千秋万世怀眼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倦 回首一生 弄暗漫 天与地开在眉间 弹千秋万世欢颜 天与地开在眉间 书记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如梦 心间卷 千秋万世怨 天与地开在眉间 心间卷 心间卷 千秋万世怨 眼光世怨 焦金